来认识一下摄影师詹妮弗·麦考德·Jennifer McCord, 尤利亚·戴维德·伊鲁雷阿、David、霍利·玛丽·凯托·霍利·玛丽·凯特·霍利·玛丽·凯特和艾米·肖尔·艾米·莎, 他们正在做一件事,就是鼓励和帮助更多女性拿起相机。 具体做法是用自己的作品为力传授技巧,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詹妮弗·麦考德·Jennifer McCord和她的相机经常出现在演唱会的台前幕后。 她23岁,摄影职业生涯始于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后。 当时她15岁,参加了一个青少年慈善项目,把相机发给年轻人, 通过摄影帮助他们,提高社交和团队建设技能。 这段经历,在她心里埋下了摄影爱好的种子。 慈善项目结束后,她回学校继续学业,但没有放弃刚刚发现的业余爱好。 凭着出生牛犊不怕虎的幼稚的傲慢,她向一个乐队毛岁自建。 担任乐队巡演摄影师,乐队同意了。 随后她就跟着走了一趟为70天的巡演。 拍舞台照,幕后照,花絮,生活照。 那些照片现在没人再提起。 但那段历练,则亦在她记忆中。 最难忘的是摄影师必须保持忙碌。 我免费了一年。 一周给四场演出拍照。 免费。 然后把照片电邮给乐队。 这样逐渐有了口碑。 麦考德的体会是。 社交媒体对女性从事职业摄影很有帮助。 专业摄影圈里,还是男性居多。 她刚出道时,还没碰到过女性音乐摄影师。 但近几年变化很大。 音乐会、演唱会上的指定摄影师,越来越多是女性。 当然。 和大部分职业一样。 金字塔尖还是男性主宰。 专业摄影行业竞争激烈。 必须优异才能出众。 作为过来人。 麦考德有一言忠告。 如果真想进这一行。 就得确保周围亲友、家人支持你。 越到麻烦的时候有人帮你。 还有。 即使觉得自己在原地踏步。 心灰意冷。 也要坚持。 不能放弃。 或立马立凯脱向初次见面的人自我介绍时。 通常这么形容自己。 我不是一般人心目中那种街头摄影师。 我是黑人女性。 一头黑人的蓬松头发。 手里拿着相机。 通常她使用摄像机。 她拍摄前,会多次到拍摄目的地去。 熟悉拍摄对象和场景。 跟人建立联系。 这样。 口口相传。 她在拍摄对象所在的社区,建立起身后的人脉。 在职业走上正轨。 可以理直气壮把自己称为摄影师和电影人之前。 凯托奋斗了相当长时间。 一切始于2011年托腾汉姆骚乱。 她有一台相机。 因为在莱斯特大学学建筑设计。 需要拍照。 那天。 有朋友请她到托腾汉姆一个剧场的后台拍些幕后照片。 完事后出门。 正遇上平和抗议的人群。 就又拍了几张。 她记得当时根本没有料想这场平和的示威慧眼,变成暴力骚乱。 还蔓延到伦敦。 随着场面变得紧张、激烈、暴力。 踩托的相机快门屏闪。 最后变成了录像。 因为当时在场录像的只有她一个人。 这段视频后来在BBC、微报网站和欧洲各地媒体网站播出。 那对于我来说是个巅峰。 难以置信。 令人惶恐。 同时也触动了我。 心底里发生了某种变化。 她说。 骚乱过后。 凯托回到大学继续学业。 没考虑把摄影当作职业。 也没有设想过一天十个小时,盯着电脑辅助设计软件的职业生涯。 但她也没有冷落相机。 逐渐开始为各种各样的客户拍照、摄影。 她现在跟人分享自己误感误闯开始摄影的经历。 希望有助于对专业摄影感兴趣的女同胞们建立自信。 爱美肖尔爱摩托车。 在这个27岁的女摄影师眼里,摩托车不仅是一个物件。 还意味着持诚实的激动、震撼。 旅途的见闻。 结实的各色人等。 肖尔对摄影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摄影必须嫁给你自己的激情所在。 那可以是烹饪、天文、时尚。 或者任何你全情投入的事。 在她看来。 两者的结合才是关键。 她的摄影嫁给了汽车。 对汽车的爱流淌,在她卸业里父亲多年来一直从事古董车修复。 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曾经是一级方程式赛车莲花队成员。 她本人在大学时,业余当过婚礼摄影师。 但真正把她踢上专业摄影轨道的,是一次古德武德古董车大赛她去观赛。 还有机会给一辆复制的法拉利P4拍了几张照。 这些法拉利照片,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还被一些传统媒体转载。 包括业内权威杂志。 肖尔透露了一个秘密,她在那之前从来没有拍过汽车。 所以,去拍法拉利复制品的前一晚,她上网搜索如何拍摄汽车。 即便如此,她的设备也不够级别。 闪光灯一般般。 而且也不太会用修图软件。 但她还是壮着胆子。 跟自己说去世一世。 自那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各种邀约和机会分探而来。 她的婚礼和汽车摄影技术日真至善。 她知道自己的摄影作品给人的印象、复古和浪漫情调。 汽车新闻摄影的技术性非常高。 对体力的要求也很苛刻。 而她的摄影风格,给汽车摄影,带来了更多女性的柔美。 她明白。 热衷于汽车的大部分是男性。 一个证据是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她账号的90%是男性。 这类摄影的特点是没有很多时间事先准备。 以抓拍为主。 她反应迅捷。 通常是先直计划一个大致线路和骗单。 到现场后随机应变。 尤利亚戴维的专业摄影生涯,始于给朋友们拍肖像。 拍完后,她会在电脑上修一下图。 然后给人家。 很快她的名字就传开了。 来找她拍肖像的人越来越多。 量变到质变的那一刻。 她决定义无反顾地顺着这条路走下去。 她在伦敦开了一间摄影工作室。 当时大家都说她疯了。 现在,刚过儿力之年的,她,又要在博明汉开了第二间。 我通常花二小时修图。 乐此不疲。 即便到了今天。 我还是觉得修图令我放松,心情愉快。 她说。 她承认自己爱摄影。 也喜欢坐在电脑前修图。 她的作品最为人喜爱的是画面的洁净和皮肤的质感。 她也举办讲座。 人们会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听课。 博明汉的那间摄影工作室。 她说。 其实是设计成一个既做人像摄影,又可供人学习摄影技术的地方。 她不认为摄影有成功秘诀。 也不一定需要昂贵的器材。 用最基本的设备,也可以拍出好作品。 关键是需要有决心。 对自己的技术有信心。 美容摄影的行业门槛很高。 但也不是不可能打进去。 环球网综合报道,当地时间12月12日。 二战华裔老兵国会精致奖章法案, 在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 这意味着二战华裔老兵,在战争结束73年后,终于获得了认可。 美国中文网称。 该法案今年9月就在参议院获得一致通过。 接下来将交由美国总统签字。 国会精致奖章和总统自由勋章,是美国两个最高的非军事荣誉。 该法案生效后,美国国会将为近两万年华裔老兵受奖。 旨在表彰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贡献。 法案最初由谭美和广野信子,在去年5月在美国参议院提出。 又由罗伊斯和刘云平,则在众院提出。 近年来,美国国会已先后通过类似法案,授予日益和菲律宾的二战老兵国会精致奖章。 这次法案的通过,也获得了美国一些民选组织,对华裔老兵或班国会精致奖章,表示赞同与欢迎。 刘云平表示,我们终于有机会表彰那些为美国在二战中奋战的华裔的付出和牺牲。 即使面对耻辱的排华法案,华裔老兵骄傲地为国家服务,成为爱国主义的代表,表达了对美国的深刻承诺。